中共从它被建立的时候开始 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反人权 反民族的脉搏集团 可是溯源公所今天居然要承认它 我是不能同意的 我觉得这是在给海外的华人丢脸 我认为只有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第一共和 也就是中华民国 才是我们中华儿女应该继承 并且发扬的一个国号国旗 所以我就举着对一面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国旗 来到了这里抗议 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最应该挂的旗帜 因为它代表着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 而不是一个一党独裁的专制体制